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又是我鬼哥 今次要和大家讲的是Marvel的这部新电影 《尚气与十环邦传奇》 这部电影最令鬼哥的印象深刻的 就是他的剧本是非常完整的 整个故事是很明显看得出 他建构和创作的过程中 是放了很多心机进去 以人物来说 两位主角的背景故事都刻画得很深刻和细致 往事的沉淀和累积 令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和他们的心态非常清晰和合理 作为一部Marvel的英雄片 他的恩怨情仇表现充满人证 成功令观众投入 电影就以插序的方式掃说一些往事 角色之间的情仇分布在电影不同的部分 成为主线故事的催化剂 增强了每一个情节的戏剧性和情感的层次 电影就以影像 而不是口述的方式去呈现他们父子之间 因为执着和情商而产生的变异 这样更有效地将情感陷入观众的脑海中 令观众更代入和同情每一个角色的人生选择 不过这种因为着墨分布的取舍就令其他角色 例如Aquafina 杨子瓊 杨子瓊 甚至是原画角色就相对薄弱了些 我们香港人的骄傲梁朝伟 他的角色层次丰富 看得出他在创作和雕夺角色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从他的谜语之间和他说话时的语气中 我们都看得出他对惨痛过去的不分 和他对根本没可能达到的目的那种几近变态的执着 这些情感都在他沉屈和黑暗的演绎方法中 穿透大银幕 这一点就证明了Marvel找梁朝伟演文武这个角色 确实是一个成功而且聪明的选择 有一点值得留意的 文武在电影中始终是一个恐怖组织的首脑 虽然戏中有描述他冷血略夺财产的自私行为 但也只是轻轻大果 目的明显是为增加观众同情和合理化他行为的机会 有些奸卖但也挺有效的 至于陈法拉他饰演的池武刑神佳慈 作为辅助角色梁朝伟做刚 他就做游 成功帮助提升整个故事的抽心程度 不过饰演上戏的男主角刘斯武明显比下去 他的演技一拼到几位实力派的演员旁边 就立即见底了 他ABC餐饰的表现 是很难展现他对父亲的复杂情绪 观众可以看得出他力有不低 表现平平的 另外动作场面是上戏其中一个最出色之处 除了一拳一脚充满力量 打得痛快利落之外 他利用了各种背景 例如竹棚、巴士等 场面设计愈目更令张力和紧张的气氛有所提升 鬼哥尤其喜欢电影在招式中浸入门派的概念 拳脚之间看得出光柔招式 他们双黑双冲的设计 加上出色的电脑特技辅助 为动作添上了在Marvel电影中罕见的层次 例如《一代宗司》中 《叶敏》和《公义》那场好像调情探歌的经典对打戏 竟然在上戏中重演 看得鬼哥血液沸腾 也看得挺过瘾 上戏的剧本中 是牵涉一些传统神话和神兽的情节 而电影去到某个阶段 就开始有少少失控 英雄们的能力在洪荒之力中 他们能够发挥到的作用逐渐变得渺小 当他们掌握命运的角色慢慢被削弱 观众投入的程度也会随之而大减 说出了 拯救地球这个伟大的任务 我们敬仰的英雄们的参与度 和我们是否可以完全投入剧情 其实是存在着决定性的关系 所以在这一点上 上戏会让我们有一点抽离 最后 鬼哥对上戏这个角色 能不能融入MCU 以及他和其他次代复仇者 能否发挥到应有的法学作用 这一点是普遍担心的 你想象一下 上戏 Florence Pugh的黑寡妇 非准美对 加上惊奇女士 以及女女神 这几位 真是我们心目中 下一代复仇者的梦幻组合吗? 暂时是比较难想象的 整体来说 上戏与十环帮传奇 剧本完整 人物雕夺细心 结构和节奏都非常聪明 很可惜男主角表现中规中矩 电影的高潮也稍微抽离 鬼哥是比73分 希望大家like、subscribe和share这条片 让我们一起见证下一代复仇者的诞生 下次见 拜拜